1.2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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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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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保桿直接飛走了 重點是這個沒有爆 揭曉一下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3C產品的評測 就是我們的iPhone 14 Pro 跟Apple Watch Ultra 大家看到這樣的組合應該知道我們要幹嘛 就是我們要拍車貨檢測 基本上就是透過整個車貨的實驗的數據 然後它有一個就是 氣壓劑 就是它可以偵測氣囊爆開的瞬間 第二個還有什麼 高動態的那個距離檢測 好像可以偵測到250G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很高動態的距離檢測 那就表示你撞擊的瞬間會有產生很高的距離 沒錯 對然後第三個好像就是噪音 然後它的噪音就是說 撞擊的時候會有很大的聲音 看到我都入鏡了 裝備都穿好了 應該都知道我們要幹嘛 真人露體測試 車禍檢測到底有沒有用 這一次我們特別一定要拍的原因是什麼 蘋果所有的數據看起來都是什麼 汽車 是 我想要了解的就是 那對摩托車而言 它一定不會有安全氣囊 然後它的撞擊聲音一定跟汽車不一樣 不一樣 摩托車還有一個特別的點 摩托車會露曬 露曬的話就只是滑這種 到底對騎摩托車的人來說 這一個車禍檢測有沒有效果 有沒有效果 所以待會就是我上莊 直接的就是去騎這台 問君能優 幾多愁 恰似買到噴射哈特叉的車 然後我們就來實際撞 那我們今天就是選了一個 封閉式的場地 然後待會我們就直接 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那個地方 就直接撞上去 記得在家裡不要自己模仿 好等一下我就是 這樣架子去拍 然後讓它直接撞 所以這一個會直接偵測到 就是撞擊的居直 然後我手錶上面是偵測到 我人的居直 可以發 各位有沒有看過 OK OK 撞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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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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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OK嗎 OK OK 可是他會響嗎 去看一下 好來看一下 有了 有了 我這邊是跌倒偵測 跌倒偵測 這邊來 你人的跌倒偵測 這邊 這邊來看一下 沒有 好沒有 左低沒作用 左低沒有作用 你看 所以 我們的結論就是 他的 車禍檢測 車禍檢測 對啟車而言 好像沒有啟動 對 對摩托車 摩托車 摩托車你看撞成這樣嗎 對 整個車都上去了 各位要是你在北 路賽然後 車子撞護欄 它基本上是不會啟動它的防護 對 沒錯 不要以為你弄了個 iPhone 14 然後帶FORR一 然後摩托車好像 就會有人來救 可是有跌倒偵測 有跌倒偵測 也是 有用 可是人家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那第二個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 我們庭紅利等 被人家從後面時速40、50追撞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來試試看吧 安全帽好像沒摔到 那種安全帽必死 大鞋很讚 然後我剛剛是從這邊都滑出去了 剛剛有嚐到這樣 我碰了 好 後面沒氣囊 對後面沒氣囊 等一下人沒事被氣囊查暈 沒事沒事 安全帽沒爆 所以原來汽車撞摩托車感覺是這樣 其實還好 感覺是最好 對 車上是還好 可是我們的機車騎士呢 有嗎 有警報嗎 完全沒有耶 還是完全沒有 各位觀眾 經過我們實際測試之後 你看 哇 我們 大手筆耶 我頻道到現在最大手筆的一次氣話 啊美國不算啦 直接放掉 你看一台汽車 汽車 看這個撞成這樣 對其實撞擊的力道很大耶 我剛剛看整個飛走了 對整個摩托車是往上起飛的 欸 實際撞起來感覺怎麼樣 哇 撞起來感覺真的很適合 很爽對不對 沒有錯 這個封閉產地撞空車就好 不要在路上撞人 對 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好啦 我們實際測試完之後 我們第一個測試是 載人的條件下 我跳車然後車子滑出去撞 這個模擬是什麼 模擬我在山路low side 是 low side的情況下 或者是說 反正就是我滑到對象 撞到別的車子的情況下 那有沒有啟動 那個危險告知 有 可是它是跌倒的 跌倒偵測 第二個測試 就是我禁止的時候 它這樣撞上來 可是這個我不可能 我在車上被撞 然後 可是 手機出去 這樣子還是沒有發出聲音 對沒有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 這個是演算法的 手機跟手錶 兩個同時的時候 是以手錶為優先 所以我在車上的時候 我的手錶沒有偵測到 撞擊 任何動作 但是手機有 但是它可能就會覺得 那個可能是手機 掉到地上 掉到地上 對 可能是這樣子 我覺得 以這樣子的推論來說 是合理的 如果我真的要拍的話 我應該是可能 要有一個假人 或是把我的Apple網 放在車上 還是要再一次嗎 還是要再一次 要嗎 要再一次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Apple Watch拿下來的狀態 它會不會 喔 它可能會不會 它覺得可能 我現在已經拖下來了 是不是也可以算了 但是就 也是要試才知道嘛 對啊 好吧 來吧 OK 上車 第二次撞擊測試 準備開始了 好 我們出發了 哇 哇 這是要更大力 這是飛得更遠啊 哇 這個保桿直接飛走了 重點是這個沒有爆耶 揭曉一下 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 也是沒有 好啦 我們都試了 我們能試了都試了 現在唯一一個有可能 就是手錶摘下來之後 它沒有偵測到 所以就有可能說 因為這樣的條件 它就會認定 你這個撞擊不成立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還滿嚴格的 你看我們剛剛試了那麼多次 我跳車 真車禍 我那個已經算是非常模擬真實車禍了 然後跌倒偵測是有動作 有動作 然後車子被這樣子追撞兩次 都沒有偵測到 手機放在駕駛座上面 我手錶摘下來放在旁邊 那是不是就不會 對 因為這樣感覺好像條件就不成立了 對 條件好像就不成立了對不對 我覺得 加了一個手錶之後 它會讓整個的測試條件 變得更嚴格 這個是我們測出來的結論 如果你是模擬車主 這個車禍檢測對你來說 其實好像沒那麼實用 反而你就是用 第四代之後推出的跌倒偵測 應該就能夠達到 就是希望的效果 我們今天的整個節目 大概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是再做一次的 就是跟大家宣導一下 這一個是在封閉場地的測試 那是在封閉場地 來就是 我來溝場地 我來溝場地 我來溝場地